5月12号 经济学人杂志 谁想长生不老 永生的代价 作者Peter Ward 有很多信仰总是向人们承诺能够进入天堂或者转世重生 原因都是因为这能减轻人对死亡的恐惧 但现在对永生的追求有了新的信者 肉体繁胎的边缘学科学家 小众宗教团体和科技亿万富翁们团结起来 坚信一定能找到让人类长生不老之道 他们往往把希望放在一些错误的实验性疗法上 追求永生究竟要付出什么代价 作者Peter Ward也是经济学人杂志的记者 他深入研究了这些对于信仰的发源 以及据称能够治疗老化的科学 其中包括了跟一个名为永生教堂的佛罗里达州团体接触 会员的活动包括讨论保健品以及人体冷冻学 及冷冻人体以便在将来得到唤醒 美国永生主义者一般容易受到未来主义者梦想的启发 比如说科幻小说作者Isaac Asimov 另外一个具有影响的人物是19世纪哲学家Nikolai Fedorov 他的想法是全部的生命在某个时刻都可通过宇宙中他们的一点点痕迹 被重新复活 有点反映了现代的DNA克隆技术 永生逃离速度是永生主义者的信条之一 这个概念是说如果科学能够把寿命延长20到30年 即活到110至120岁 那么这个人的寿命就可能成指数级的延长 因为在此期间又会有新的技术不断地延长寿命 这个假说是在2004年由英国科学家Audio Degre提出的 他在逆转衰老领域的研究很出名 并借此引起了跪谷权势人物的注意 但是他的想法也并不是完全不切实际 基因和干细胞疗法产生的再生性药理学 确实能解决部分因为衰老而带来的功能自然性衰退问题 这些疗法暂时还没有得到可行性和安全性的验证 但它离那一步可能也不远了 科技领域的大佬Sergei Brin Larry Page Google的创始者之一 和Jeff Benzos 亚马逊老板 都向这方面研究注入了大量资金 这些初创公司手里有上十亿的资金供他们玩 而且也在挖很多领头的科学家 投资者告诉笔者 他们的目标是能够延长人在世时的健康寿命 而不是冷冻衰老的身体 这样子可能人在200年后醒来 也是会自杀的 有一些永生主义者支持更加激进的目标 他们想要完全摆脱肉身的限制 寻求思维的复活 有可能是在机器人中复活 或者是在数码现实中复活 他们的理论是要 不可以通过扫描脑部组织的结构 要不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来重建人格 重建的材料是使用思维档案 档案来自于对该主体在世时收集的大量数据 科技界的大佬也给这个要逆天的项目打钱 追求数据化的永生主义者也好 追求人体冷冻的永生主义者也好 都承认这个项目成功的概率很低 但仍然愿意给钱给力 笔者能够把深度报道 与简明的科学解释结合起来 形成对这一潮流的全面性报道 文中写到了一些早期涉及 人体冷冻发生的悲喜剧 以及一些诈骗或是过于莽撞的故事 形成了一段生动的描述 笔者也能够对现今社会平均寿命 大大提高这一事实进行深思 即使老年时期更加健康了 但是有可能社会还是会有心的极端布公 进而引发政治纷乱 即使科学家能某日让人实现 但是�로发生了一段ertainlors 実践风看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